我們現在在的地方是雪冰 其實就算是冬天啊 吃雪冰的人還是很多耶 韓國人真的不怕冷 我剛剛點了兩樣東西 一樣就是草莓樹 它叫做草莓樹雪冰 然後一個是蘋果茶 其實價格說實在話 吃一個冰要一萬三千五百塊 我們要吃哪路 超大一點 其實我原本以為 上面的這個綠色的 它是霉零 但是沒想到它其實是抹茶冰淇淋 它一樣都會有給一個烈梨盤 老師我們另外點了檸檬茶 因為其實開始有點冷 所以好像應該要喝一點熱茶 就等下再來喝喝看 真的從哪裡開始吃 抹茶也出來了 抹茶也出來了 抹茶也很好 抹茶很濃欸 很蒸的抹茶 假如不喜歡吃苦的人 可能就會覺得 有點 越苦就代表它越蒸 對啊 欸 真的很好吃 它的抹茶 比淨淨意外的很好吃 我突然也以為 它跟草莓好像可能會很多大 但其實 很大 不過因為它這個應該是有期間限定的吧 冬天 它裡面那個白色的 是雪冰啊 好好吃喔 我覺得雪冰它最厲害的就是它 白色的嗎 它白色冰 它這個真的很好吃 而且麵乳味很重 我們終於已經過了30分鐘了 我們還是剩下了這樣 我真的吃不完 因為這 我們就這樣子了 然後要吃完它 其實真的還蠻難的 其實我們建議三個來說 好像會比較好 它的價格 以外是3500韓幣 台幣大概400要 真的還蠻貴的 其實在韓國吃冰的價值差不多就是這樣 我覺得可以來吃 但是如果不喜歡抹茶的人 就是你可以點旁邊的另外那兩種 因為另外那兩種不單純的草莓冰 然後還有一個是上面有加一塊 起司蛋糕的 所以其實那個也還不錯 吃得很累 哈哈 因為是冬天 對 冬天會有點吃完 覺得超冷 但是 但是真的很好吃 就是 因為我是在這裡吃責任 我想要花400塊還是 吃這個東西 對 可是如果我是來環的 我覺得是可以吃一下 來環就必定機會難的 而且又是期間限定 我就覺得OK 它這邊並沒有審說它到中間 所以呢 就是 還有草莓的時候 基本上應該都還是會有啦 可能就是像哈密瓜 哈密瓜那個時候也是季節過了它就沒有了 但是之後還是點的到 就是沒到夏天還是點的到 對 基本上夏天就會有哈密瓜 然後冬天來雪冰就一定會有所謂的草莓冰啦 對 但是這一次我覺得跟聖誕節這個做一個結合 我覺得是還不錯的 那 我個人是 五顆星給它 三點五顆 你 你呢 三顆 三顆 好吧 就是 如果你真的真的很喜歡抹茶 然後也很喜歡草莓的人 那 這個對你們來說 就會是 五顆星 但是我覺得 草莓跟抹茶的組合好像還是有一點點 不是那麼大 所以我個人覺得我只會給它三點五 對 那如果你想要來吃吃看的話 也是可以的喔 這次的雪冰的體驗 就到這邊為止啦 如果你們想知道更多 跟韓國有相關的訊息 一定要到我們createchip的網站裡面去找喔 怎麼用我們家的app 找到雪冰 可以進到地圖這地方 地圖地圖 我們現在人是在哪裡呢 在這裡 對 在這裡 有點算我可以看到 喔 找到了 點進來 就可以看到 這邊都有 可以找到我們的 菜單的部分 然後這邊 就有它的位置 那我們現在就去吃雪冰吧